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好奇发 自打上个星期买了四条食人鱼以后 这几天可把我忙坏了 为什么呢 看过之前食人鱼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在食人鱼到家的第一天就生病了 水没病 当时全网看到视频的朋友们各种私信评论 好多朋友提醒我抓紧给鱼进行治疗 否则晚了就来不及了 并且起伏这几条鱼可以尽快的好起来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朋友的指责 说我养什么鱼 养的都是病鱼 并且让我准备捞鱼吧 那么到今天为止 食人鱼到家肉缸已经整整6天时间了 结果如何呢 带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完以后 是不是只发现这一条食人鱼 这也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事实 4条食人鱼除了在路上牺牲的那条被我吃了以外 剩下的3条食人鱼就救活了这么一条 其他的脸条分别在第二天的中午和晚上相继离世 对于这几条食人鱼我也真的是尽力了 这几天我在给它们治病和观察上面每天至少花上4个小时以上 并且在第三天给它进行泡澡治疗的时候 我的这根手指还被它咬了一口 幸亏我当时手缩的快 才被它咬掉了一小小块肉 否则以它牙齿的实力 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现在它活下来了 我就没被它白咬 何况我手指上的伤口已经快好了 只留下了这么一点点的印子 今天是给它治疗的第六天 每天我都会把这个缸里的水抽掉大概三分之一的样子 然后重新加入新水 然后再给它下这个土霉素的药 并且水温我一直控制在30度到32度之间 今天缸里面的水我已经换过了 就差还没下这个土霉素的药片了 下面我就来把它今天的药给它下进去 每天抽完水以后给它下两片药 然后这个药片我们需要给它碾碎了 我的方法比较简单粗暴 我直接给它压碎 压完以后就是这种粉末 这是两片药的量 拿一个干净的杯子 然后从鱼缸里面咬半杯水上来 把这个药直接倒在杯子里面 等到食人医的病好了 身体表面没有白色棉絮状的东西了 这个药我就可以停了 就不给它下了 估计已经要不了多久了 它身体上的白色物体已经快没有了 差不多再有个一两天应该就可以了 到时候我就可以给大家发它的进食视频了 好了 这个已经基本上全部溶解了 直接给它倒下去 这条食人鱼能幸运的存过下来 其实少不了大家的关心 并且已经有很多朋友迫不及待的 想看这个食人鱼进食的视频了 所以我估计应该不出一点天的时间 大概在下期作品就可以为大家更新这个食人鱼进食的作品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